陪你閱讀 陪你閱讀 陳陪德牧師 和你遊走書海 想你愛上閱讀 邁向成熟 和他自己的丈夫 艾傑奇 John Eldridge 一起來從事婚姻和家庭輔導工作 他們都是極受歡迎的唱小書作家 多年來他們同心地成立 蒙熟的心傳導會 Ransomed Heart Ministries 一位史代西 Stacey Eldridge 她的中譯著作 《享受罷女人的生命旅程》 指標題是 《活出神眼中的你》 她的新書最近出版 英文原著是2013年 這位三個兒子的母親 曾經和她的丈夫一起著作過 《麻雀變芳王》 《令火情人》 另外 她自己個人也寫過一本書 叫做《媽媽生命的力量》 《享受罷女人的生命旅程》 全本書有14張 是一本女人寫給女人 《女人談女人》的書 史代西是以流暢 而多變 誠懇而不失幽默的不調 《美美細數》 《女人的各種掙扎》 《渴望》 《渴望》 這本書觸及了的層面是好講的 包括生命當中各種懼怕 苦難 經營女性情依的挑戰 還有 有女人經常操心的身體問題 例如 生活周遭充斥著 媒體所做的 那種洋娃娃的標準身材 標準的美 如何用神的眼光 來看自己真正的美麗 不再為外形 表相來虎老 史代西也是很詳盡地講到 關於她自己童年的經驗 對成年生活的影響 那些傷口、憤怒 甚至她有兩張內容 來論述到 關於母親這個角色的影響 好的、壞的都有 她都沒有什麼拐彎抹角 指出社會上高 甚至是包括在教會裏面 處處都存在著 真實而且是醜陋的 厭女情結 屬於神的女人 應該如何去面對這場戰爭呢? 書裏面有很多 史代西自己個人的故事 就連年輕的時候她被性侵 她曾經有吸毒於酒的傷痛 但是她都坦然地套路 她又以自己和親友的真實經歷為例 加上聖經的教導 邀請讀者一齊來 明白自己在神裡的身份和權力 用討告邀請耶穌去醫治 釋放 脫離各種的困綁 得到真正的自由 找到最真的自己 最美的夢想 以及生命當中最深的滿足 閱讀這本書 史代西帶著讀者 來回顧童年 重新思索自己和母親的關係 並且帶著我們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上帝對女人的心意 以及女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史代西帶著由生命經歷的分享 和對聖經的塵塵否釋 讓我們來理解到 女人的真正的自由和美麗 不是透過所謂的解放 而是在神的愛當中 得到全然的釋放 一個被上帝的愛滿足的女人 是可以珍切享受生命的 雖然說人生是一堂的旅程 但是這一堂的旅程 不是不由自主的漂泊 也不是不知結局的冒險 帶著這本書上路 讓書裡的安慰、陪伴、指引、智慧 陪伴你,你也會遲難 領受神封聖的恩典 享受你生命旅程當中的 每一刻、每一天 都要靠近了 你也會遲得到 你也會遲到 你的小節 然後你會遲到 你的小節 可以壓一下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